下面一个问题 它是有许多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和色情的光盘 请问会有什么样的因果报应 这个当然有 你只细心观察 观察的家人 观察的儿女 你就看出来了 制造游戏机和光碟的人 又有什么因果报应 那个因果报应更严重 这个害人 这是害人的发生毁灭 害人发生毁灭 在佛法里面讲 比杀他的生命最还要重 而且死了以后 多半是落在地狱头 他不在物贵头 这个喜欢玩网络色情光盘的 这个是在莫回头 这个制造游戏机 制造这些光碟 或者是经营这种 这种事业的 像开网吧这类的 这个他必定多 地狱将来 最受满了之后 如果是无论到哪一岛 恶鬼道也好 出生道也好 或者是人道也好 他生生世世欲吃 为什么呢 他害人发生毁灭 就敢欲吃过饱